6月1日恰逢六一儿童节 导演刘江编剧高悬 任宝如以及主演唐嫣 与继委马成成 走进中国传媒大学 与现场媒体粉丝同学们交流创作心得 共化台前幕后的故事 一走进今天的活动现场 唐嫣便收获了来自中国传媒大学 广大学生和道场粉丝的热情欢呼 亲切地为同学们送出儿童节祝福后 唐嫣现场分享了有关归去来 有关肖青的台前幕后 其实肖青是一个非常坚守原则的女孩 但是呢她是一直坚守 就是不做黑心事 而且她是一个不善于去解释自己的人 所以她一直坚信 只要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 她不需要为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 然后抱歉和内疚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的性格也是不一样 因为肖青可能她就是没有那么善于表达自我 没有那么想要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 我觉得这个跟我生活中也比较接近 对她一直认为 就是只要自己是做的是对的事情 没有必要去向别人解释过多 因为时间可以振平一切 在猜歌的游戏环节中 当先三的主题曲响起时 更是引起全场的热烈呼应 面对这些始终跟随 爱护自己的观众和粉丝朋友 唐嫣不惧游戏黑洞 主动哼唱起旋律 还宠溺地向粉丝撒娇 我的蜜糖怎么回事 子萱不是你们的初心吗 令在场观众瞬间陷入一波子萱火一杀 以来粉丝尖叫连连 随着爱护自己 答应我爱你 哇 这个很棒 很多会抢团了吧 这就是大家都是真爱啊 因为是我初心嘛 嗯 对 我们要说的吗 一切 明明明明明明想我 今天是我的努力 连续着忘记 我的心却还没那一刻 放弃了你 真的对不起 爱护自己 爱护自己 哦哦 对对对 最厉害就是现场的时候 同样都听到我 对不对 喂 我的糖蜜你们怎么回事 不是说子萱是你的初心的吗 哎 怎么都不到功课就来了呢 你看 全都 他们的因原色都是紫色为底色的 那就是因为是子萱的底 所以我的粉丝都叫紫台 就是他们都会给我一片紫台 就是也是因为子萱的态势 哇 真的很爱 今天先原谅你们啊 回家 回去把功课补一补好不好 值得一提的是 于继伟一改剧中 凝名哈后的个性 在游戏猜歌环节 歌手出身的于继伟 仿佛回到了自己的主场 演员似乎只是自己跨界的副业 五首歌曲 于继伟不仅带领自己的队员 快速抢达正确 还随着伴奏现场演唱了晴天 改变自己等歌曲 再次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我唱了 好 不许的笑 前面就是那 你穿着我穿飞了 再唱一曲没听到 我看着我 随即一直回到现在 色色稀到稀达 色的星星 色的星达 就 现在不想停 心脏起床 我看着你等我 突然发现我 心睡得有点苦涩 OK 不行 我觉得今天节目组特别照顾我 怎么就是我回家 其实他是个歌手来的 原来是这样 你现在是跨界了吗 对 跨界了 非凡娱乐北京报道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2